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球 差一点啊 这个球想法是好的 有想法 洛佩斯转身 宇洋一直在拉扯 这球宇洋肯定要上身体了 上手了 这球肯定是要给牌了 这球宇洋肯定是一张黄牌 没有悬念了 奥斯卡的角球 角球这边呢 海港其实他也缺一个高点 看王山超 左脚 选择直接打门 这脚威胁不大 张华晨 再回洛佩斯 有远射的机会 洛佩斯选择直接打门 这脚啊 力量打的是够 但是角度没有控制好 角球 两个队战成了5比5 一点 张玉宁蹭到了 张玉宁在想继续要角球吗 没有了 个人放手能力很强 又能跑 张华晨这会儿球感觉有点 有点年轻 拿不住了 有点年轻 有机会 球机会又是在他脚下 看他怎么处理啊 给他做 好球 这还可以 倒三角 还有机会 1比0 王神超 王神超 打起了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 作为球队右边一位的王神超 这个球其实有一些误打误撞的意思 我们再看这下 第一下发起 其实就是王神超蹭的这下 张华晨这下给的也是恰到好处 这下呢 其实应该说给的呢 索萨这下防守做的不错 封堵住了路线 但是恰好后边这下跟上的是王神超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王神超他作为右边一位 就是进攻的意识 这球插到了 这基本上就是前锋要跑到的位置 对 你说一旦被断下来 被对球打一个 你说算谁呢 是 回坐的不错 巴卡布 这下还是没有挺好 还是保铃鸟 还在哪 对方犯规了 你总这么打 也关键自己也容易被踢 确实是 你看奥斯卡刚才 公安已经两场比赛没有进球了呀 今天最后这会儿 他们要想半平要抓紧了 你看传球的四刀两队差不多 三百九十九对三百九 先看这下 于大宝 来了一比一平 于大宝替补登场 于大宝从中位的位置 中位中位的位置 中方的位置 对 这是于大宝的我们说老本孩 这个球顶的应该说完全是个人能力 立压防守队员 颜巨龙这球没有任何办法 在他起跳之后 对方回头看到他的球 已经他在空中了 没错 看这球 这球立压 你看这是位阵 这个球 立压于海 非常干脆呀 这个球 你看他提前起跳 刚好压在了于海的头上 这就是于大宝我们说个人能力 最后这一会儿 其实就给了十几分钟 屁股到中锋的位置上 这个球顶的应该说质量太高了 而且这么近 颜巨龙啊 纵使郭门这个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黎磊 45度 没起 杨帆 这球没有挺好 好这时候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